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我们接着来讲小早船绣包。 我们上次说到小早船绣包,在B梯馆之战,显示了他的无勇。 公元1593年6月,日军约9-12万的兵力,进攻庆上南道晋州城,打算开辟前往全罗道的通路。 这就是第二次晋州城之战。 然而在城北方的兴州一带,有明军、刘挺,以及周边其余明军共3万多人,分散驻屯于各地。 而且宜宁一带,有朝鲜军、金命元、权力、宣局仪、郭在右、高燕博等5万多集结。 13日,朝鲜军前往晋州城东方的前安,为援军打算拦截日军。 为此,小早山秀包和丽花宗帽、高桥统增,一共4000多的兵力作为先锋前往迎击。 他们先以丽花军的200多兵士为宜兵,引诱朝鲜军出击未果,并且也没有夜袭的机会。 所以两军就伪装撤退诱敌。 到了14日的早晨,丽花军先击破了追来的朝军第一阵7000多兵士之后, 两军又合作纵横于拥有一万7000多兵力的朝鲜军第二阵中, 这就使得朝鲜军出走咸安城,退守之后无心再战, 并且于15日撤退到全罗道的泉州,部分朝鲜军以金千亿为首, 大概7000多人逃到了晋州城。 日军虽在29日攻下了晋州城,并于7月5日到7日进击全罗道的秋里古城, 但因为南原城难以攻略,在9号撤退。 晋州城也在此后,因为日军改在南部沿岸驻城而遭到放弃, 之后从年9月2日,作为小岛船绣包军先锋的卫制所同警兄弟, 在晋州城西南方二十多里的何东郡攻略朝鲜牧师所驻守的城池的时候, 遭遇到明军将领刘挺来源。 温助所兄弟在与刘挺激战的时候不敌,战死数百人。 丽花宗帽为了援救小岛船军而前往与刘挺对战, 就由刘挺战败回军晋州城。 戈完1594年,小岛船绣包的养父小岛船龙井, 从封神寺迎接了羽柴秀骏, 这就是后来的小岛船绣秋,作为他的养子。 传说中,由于40岁的徽元西夏无子, 秀姬本来是有意让秀骏作为养子送进毛里家继承。 但由于小岛船龙井认为秀骏的气量不足, 手腕不行,不配继承毛里家, 从而打算牺牲小岛船家来保护主家毛里家。 秀骏作为养子继承, 那么秀包因此就成为小岛船家的树榴分家, 当时人称九六米小岛船。 重视毛利市血统的龙井, 就面见了秀吉, 建议将徽元的堂弟毛利秀元作为徽元的养子继承毛里家, 自己得接受秀骏为养子继承小岛船家。 但这种说法存在着疑问, 因为早在公元1592年, 封神秀吉就已经指定了毛利秀元作为毛利徽元的继承人。 公元1595年, 小岛船龙井正式隐居, 让出了小岛船家主的位置, 继承小岛船家主位置的是秀秋, 而不是秀包。 公元1597年, 小岛船龙井在三元城病逝, 享年65岁。 小岛船秀包受到养父的噩耗之后, 仍然随军再终朝鲜。 这时候秀包镇守的是主岛船, 有一段期间秀包患病, 所以他派成自己的家臣临包次, 代表自己参与战事。 那么他的家臣临包次表现得非常好, 他的奋战使得小岛船阵营声色不少。 1997年10月, 秀包与柱子广门负责守卫古城的责任。 在他守城期间, 古城受到明军的猛烈进攻, 甚至城门都已经被打破了, 看上去古城很快就会被明军攻陷。 面对严峻的战况, 小岛船秀包已经有了战死的觉悟, 那么得知古城受袭的小岛船秀丘, 立刻派遣山口正红, 南部无忧卫门, 率领一千多人救援古城。 眼看着古城即将破城, 收到援军将到的秀包与柱子广门商议, 计划趁夜逃出古城。 那么于是, 在汉将贵凡次, 闺门井锦等人的努力掩护下, 秀包与柱子广门成功地逃出古城, 在城外与援军河流, 重创了围城的明军, 并且安全向主岛城退却。 郭文1598年8月18日, 风筝秀吉在福建城逝世, 他留下遗言, 下令朝鲜的日本军诸将撤退。 小岛船秀包与立花宗帽乘船退出朝鲜, 可是在渡海期间, 防守朝鲜半岛南部的朝鲜战船, 堵塞了秀包等人的去路, 双方爆发了铁炮战。 那么精于铁炮术的秀包, 用其爱用的铁炮逾夜晚拍子, 向朝鲜战船射击。 那么在小岛船秀包和立花宗帽等人的奋力还击下, 终于顺利地在朝鲜水军的船只中, 穿过脱身而去, 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风筝秀吉死后, 德船家康露出了夺取天下的野心, 公元1600年, 十天三城起兵反抗家康, 这就爆发了官员之战。 毛利家的家主毛利辉元, 被十天三城, 安国斯·惠琼等人推举为西军的总大将, 身在九六米城的秀包, 遵从本家的决定加入了西军。 八月下旬, 秀包加入到大阪城, 守卫大阪城, 遇到口遇门。 九月三日, 身为西军将领之一的 晋江大金城城主, 荆棘高刺, 突然叛变去了东军, 以三千人聚守大金城。 大金城坐落于皮豹湖岸, 是晋江国内一个重要的交通要冲, 万万不可落入东军的手上。 十天三城与毛利辉元商议之后, 决定以毛利辉元的叔父, 毛利元康为大将, 率领西军一万多人, 进攻, 荆棘高刺的大金城。 可是毛利元康久攻不下 这座赫赫友们的奸程, 于是毛利辉元命令小岛山秀包, 以及丽花宗茂, 这两员猛将, 增援毛利元康。 那么秀包和宗茂在9月11日离开大阪城, 向晋江的大金城出发。 9月12日, 秀包等人到达了大金城, 与毛利元康的部队合流, 并且召开了军事会议。 当天夜里, 秀包就率领了2500人, 在大手口架起了阵势。 9月13日, 天色还未明, 毛利元康, 丽花纵帽, 小岛山秀包就对大金城发起了总攻击。 荆棘高刺死守大金城, 麾下的赤尾一斗, 以及山天大吹柱, 表现强悍, 率领精兵500, 到城外与西军奋战。 小岛山秀包亲自率领, 闺门警信, 白颖包军等与守城军交战, 可是随着荆棘高刺浮于顽抗, 战势越去激烈, 小岛山一方的伤亡颇多。 在朝鲜从明军阵前, 解救了小岛山秀包的部将, 苏乌援兵卫, 野金太兵卫, 都遭到守城方的火枪狙击, 而当场死亡。 另外还有多名部将, 当场被战死。 白领包军, 林次郎兵卫, 山田五郎右卫门, 重伤被送回本镇。 不过面对西军一万五千人的攻势, 守城方的经济阵营也是疲劳不堪。 最后, 西军丽花家的先锋大将, 丽花机构卫门, 率兵翻过城墙, 获得了一番城的战功, 9月13日下午, 西军一拥而入, 攻陷了二支丸。 9月14日的晚上, 在大炮的攻击下, 抵挡不住西军猛攻的经济高刺, 终于接受了牧师应其上人的劝降, 而向西军开城投降, 并于9月15日到山城, 与之高岳山, 替发隐居。 就在秀包享受圣地战果的同时, 传来了西军十天三成能主力, 在美农官员主战场战败了恶号。 经济高刺, 将毛吕袁康, 丽花宗茂, 小早船秀包率领了西军一万五千人, 钉死在大金城, 让他没有能够及时赶到官员主战场。 就在官员交战将近结束的时候, 九州岛的东军, 黑田如水, 郭岛直茂等人, 攻击西军将领在九州岛的居城。 秀包的居城, 九楼米城, 当然是这些人主要的目标之一。 10月14日, 郭岛直茂和黑田如水, 分别率领三万两千人和五千人, 南下攻击九楼米城。 九楼米城除了有秀包的家眷, 还有贵广凡, 白井靖军, 两位素老和其他的一些家臣, 以及五百士兵在守备。 尽管九楼米城坚固, 但强若悬熟的兵力和数日的交战, 一定守城方疲倦不堪。 结果呢, 守城方接受了黑田如水的规劝, 向东军开城投降。 小早船秀包的正史, 秀包的女儿, 儿子都被送至到黑田家。 据说小早船秀包在出战前, 就曾经交代两位素老, 说如果听闻西军战败, 而九楼米城又遭到东军攻击的时候, 必须要尽力死守, 要是快被攻破之际, 就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并且奋战致死。 但是如果对方是黑田如水的军队, 因为两家交情良好, 秀包也认为如水是重情义之人, 加上两家都信仰基督教, 所以就吩咐绝不可与之对战, 务必开城, 并且可以安心地将秀包的妻子和孩子 托其保护。 官员之战结束之后, 毛里辉员替发, 法号宗瑞, 毛里家只被保留了州访长门两国, 共37万弹, 秀包的领地被德成家康没收, 驻后九楼米变成了有马丰式的领地, 秀包也在大德寺, 由玉仲和尚替发, 法号为雨柴驻后入道, 玄际倒叉。 后来呢, 秀包在与会员一起, 从大阪城乘船回国的途中病倒, 公元1600年11月, 幻命中的秀包到达了长门赤剑关, 并在当地人乌本二郎处休养。 公元1601年3月23日, 秀包病逝, 享年只有35岁。 4月11日, 毛里辉员派遣增根四郎兵卫, 立与诸右卫门, 到赤剑关领取了秀包的遗体, 将他葬于瑞云山大宁寺。 秀包的敌长子袁振, 获得了毛里辉员, 赐予长门国吉辅军七千代, 视为吉辅毛里家的初代。 小葬山秀包后来把自己的姓氏又改回了毛里家, 因为他不想与叛变道的东军, 结果导致西军失利的小葬山秀丘一个姓氏。 那么随着小葬山秀包改回了毛里这个姓氏, 而小葬山秀丘也在公元1602年去世, 那么名门小葬山家族自此断绝。 小葬山秀包是毛里原就九个儿子当中, 认为是和毛里原就最相似的人物, 文武全才。 对于毛里本家和小葬山家, 并没有做出任何背叛和名誉受损之事。 在战场之上履厉战功, 展现出过人的乌勇。 所以呢, 也有人感慨说, 如果当初继承小葬山家家主之位的, 是小葬山秀包, 而不是小葬山秀丘的话, 那么官员之战就不会出现因为小葬山家的叛变, 而造成了西军之败。